欢迎收看聚焦2.0 我是高文英 今天这一位名医 今年荣获医疗贡献奖 他一年开300例切除胆囊的手术 我们看到这个个案 38岁的男性 他经过了腹腔性的微创手术 取出了超过400颗的胆结石 名医提醒 苗栗的相亲朋友 罹患胆结石的比例会比较高 究竟是为什么 一人谭爱珍 他的先生睡午觉 小睡片刻 一觉不醒 是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 而当名医自己也有睡眠的问题 请问他是如何解决 介绍今天的名医群 欢迎双核医院神经科主任 吴丁宇主任你好 文英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苗栗大圈医院外科主任 冯启燕主任好 文英好 大家好 周医师 李嘉玲医师 文英好 大家好 永远的国民奶奶 他爱之爱真结 美丽浪漫的文英好 大家好 太棒了 物理治疗师 李耀州 文英好 大家好 大脑认知专家黄丽华博士 文英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精彩片段 他是要这样带着一觉到天亮 我的妈呀 你看 当我开始呼吸 其实他就自动开动 你用医甲锻炼你的手指的力量 但是每个指头的力道不一样 我到了小指的时候 几乎是很难压 你看那个肝脏上面 很多亮点 对 那就是脂肪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手往外打开 往外延伸到最多 好美 OK 唐爱真 爱真姐 是永远的国民奶奶 是 跟你合作过的演员孙子 每一个都是大帅哥 一个比一个帅 对 我应该通通一样帅 一样帅 对 对 可以现场考你吗 他谁 这个还不知道吗 你看 那个上面明道 对不对 阮金天嘛 又圣嘛 对不对 小鬼 我的宝贝 坤达 这个崔始源 掌声鼓励啊 崔始源 好强啊 现在正在演的 慧君祥 好 那这三个已经长大了 对 其实讲起来 这三个比他们年纪都大 真的 这我小学的时候看似不点 对嘛 对嘛 真的 是 你看 不过那个时候 姐姐 33岁就演他们的奶奶 33岁 对对对 所以后来 周延平看到我的时候 他就说 不好意思 是不是我害了你 因为他那时候 是好小子导演 因为你那时候 那么年轻 我就让你演奶奶 你就一路当奶奶 当到现在 而且爱珍姐是说 当年为了饲养流浪动物 搬到实定的山上 住铁皮屋 对对对对 因为一直被人家 赶搬家 狗太多了嘛 对不对 就搬到铁皮屋去住 因为这是从几只 因为我先生就是 一个那个 欺骗我的方式 反正三个碗跟五个碗 都差不多嘛 什么逻辑是对的 五个碗跟十个碗 好像也差不多嘛 就这样 这样子错误的逻辑 就一直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那个照片 哇 当时全台湾 最大的一只圣伯纳犬 都在你们家 最多说达到 六十几只的流浪犬 最多时候是七八十只 七八十只 对对对对 那个是为了照顾毛小孩通告 也不接也不拍戏 你不能接啊 你出不了门啊 对不对 那要吃饭的时候 你想想看 几十只一起叫的时候 是什么场面 所以你必须要 一直在照顾他们 爱珍姐的先生 是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 一场午睡从此不行 在当年没有这个名称 那么他只是说睡午觉 他最后一句话 就跟我讲说 今天睡得很舒服 我想多睡一下 那就表示他睡得很沉 很舒服 那又冬天嘛 冬天也是一个关键 然后我就隔了两个小时 叫他起来吃饭 就没有了 就完全就没有了 那那个时候的法医 来看的时候呢 法医就讲说 这个实在是叫做 寿终正寝 这是很好 只是太年轻了 那这个是叫做 暂时停止呼吸 我就讲说 那时候只有僵尸片 叫暂时停止呼吸 那什么东西叫暂时停止呼吸 他说就是在睡眠的时候 他暂时停止呼吸了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 那个血液就是空的 进入心脏 那他有安慰我 他说就算你坐在旁边 你也不知道 隔了五年之后 我才在看日本的一个节目介绍 才知道有一个种叫做 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 原来就是这个意思 您之前有观察过 他打呼的声音吗 非常大声 大声到 我是生了我女儿之后 就绝不跟他同房睡觉 因为太响了 他们那种呼声 会震动墙壁的 隔壁你都听得到 就是这样 有请权威专家 乌定宇 乌医师 来 乌医师在台湾是睡眠专家 在他手上成立的睡眠中心 有三家之多 而且主任 您是睡眠专家 您本身也是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 不过说的很好笑 其实我做睡眠呼吸中止症 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 但其实我是到 将近10年前才知道 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 当时怎么发现 还蛮讽刺的 因为其实那时候 我在弄第三家医院的 睡眠中心 那你知道我们设置 新的中心 都要有新的仪器的测试 我就自己上去测试了一下 结果发现 我是一个中度的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 还中度 中度 我的问题 就是说你今天 如果去做了这些检测 你可以得知什么 能不能够及时的晚会 例如说我们刚刚 有听到爱珍姐分享 如果说 她的先生可以在更早期 就得知有这个现象 她之后可以做 什么样的方式 对 那的确这是医学进展的问题 在二十几年前 其实这个疾病本身 还没有受到大众非常大的关注 那大概这个发展 也是十几二十年来 蓬勃的发展 那当然一部分也是因为 机器有进步 所以我们现在早一点做监测 那其实可以避免很多 类似这样的悲剧的发生 还蛮遗憾的 真的 对 我们刚刚有听到爱珍姐说 其实患者的打呼声 是非常大声的 我有一段影片这是一个病患 她的太太 她是坐在客厅 然后她听到她先生的打呼声 好大声哦 她先生在卧房 太太在客厅 太太忍不住走进去 把门给推开 结果那个是憨声逐雷 其实刚刚爱珍姐提到 那个打呼声好像卡车 你看这么大声 所以她那个呼声的频率是 有时候很大声 有时候很小声 然后又没了 又没了 然后突然停留很久 就留白 又呼很大声 来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对 其实 我们知道打呼 是什么样的原理 就是空气在快速的 经过一个狭小的通道 造成软组织的震动 那个就叫打呼 所以其实大部分 这个顺便呼吸中止症 她的呼吸道 都有一些狭窄的问题 那当然严重的时候 它就会到完全的阻塞 阻塞的时候 即使你有这个呼吸的动作 但是气流就没有任何的进出 所以那时候就是主持人讲的 它会中间会有一个中断的现象 他们是因为口鼻构造的关系吗 构造当然是一个因素 但大部分顺便呼吸中的人 他都有肥胖的问题 所以其实他比较容易 有这些皮下 或呼吸道旁边周围 脂肪的堆积 现样体的肥厚 甚至扁桃腺会变大 当我们鼻子呼吸 空气要从这个鼻咽 然后一直到咽喉部 进入到我们的气管里面去 那这个地方 其实就容易造成所谓的阻塞 其实看这个图 他也看到这个图有点被拉长 但是这个舌根 其实它已经往后掉了 所以其实它已经对 这个咽部的呼吸道 造成了阻塞 那空气自然没有办法 顺利的进到你的肺部去 主任现在每天 都要带这个机器睡觉 你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机器其实已经做得非常的小巧 那使用上面也变得非常简单 那要先声明一下 其实它这不是给你氧气 它是用室内的空气来做加压 我们这要把它带上去 带着 带在头上 对 它是要这样带着 一觉到天亮 我的妈呀 你看当我开始呼吸 其实它就自动开动 不晓得刚才有照到 有亮了 然后开始它已经有这个风压出来 主持人可以好好看 对 很清楚 其实我现在讲话 我嘴巴一开 那个压力就跑掉 因为其实它加压就是 你嘴巴还是要关 它就关了 你嘴巴关着 它会加压 让你这个呼吸道 不会产生这个塌陷的现象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物理治疗师 告诉大家 如何改善睡眠呼吸中止症 其实研究发现 口温运动可以有效地改善 呼吸中止症 它可以让中度变成轻度 甚至到完全没有 那这一套运动 总共就四个动作 那全部做完大概就是八分钟 一天需要做三次 那第一个动作就是 将舌头往上 亲顶上二 上排牙齿的后方 然后接下来往后 移到最底 然后再往回 回到起始位置 这样算一下 然后我们这样子 来回做二十下 这是第一个动作 那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往上整个 吸到上二上面 整个吸到上二上面 停留一秒 然后再放松 这是一下 一样我们做二十下 那第三个动作呢 则是将舌头往下 整个压下去 并且亲顶下牌 牙齿的后方 然后维持一秒 然后再放掉 一样 这样做二十下 对 然后最后一个动作呢 则是有点 它就是将 整个软二往上提 它会发出像 啊的声音 你示范一下 对它就有点像 啊的时候 那我们在啊的时候 我们上二整个会往上提 然后上面的悬涌槌也会一起往上 所以当啊的时候 你可以一开始可以照镜子 然后去确认有没有做到这件事情 到最后甚至不用发出声音也可以 嗯哼 那这是整个的口咽运动 好 这个口咽运动还要搭配呼吸跟动作挑战 这个二三四招 我们请治疗师来做示范 一开始可以躺在床上 或是找一个瑜伽垫 直接平躺 然后躺的时候 我们两脚弯起来 然后一开始 我们可以舌头往上 亲顶上额 然后维持住 如果觉得没有问题 过程中发现 不会耸肩 脖子不会处理的话 我们可以手放下肋骨的部分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横隔膜的位置 那么可以试着吸气扩张到这个位置 然后过程中如果发现 没有问题 三到五个呼吸之后可以的话 我们接下来可以两脚抬起来 那这就很重要 要注意一点 就是有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脖子就会开始处理 腰就会开始拱起来 所以这时候也不要憋气 如果这些都发生的话 我们就抬一脚就可以了 那如果都没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抬两脚 那如果撑五秒到十秒 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更难一点点 也就是 一样维持舌头顶上额 一样维持吸气吸到肋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将脚伸出去 然后切记动作不用太快 不是这样子很快 我们是稳稳的 然后到底停留一秒 然后再回来 然后就是这个运动 可以训练整个筋膜 爱珍姐是固定做健健 很乖 每年 每年都去做 每年全身健康检查 而且还去学佛朗明歌舞 结果意外的上课的时候 练习响板 让你手指的退化性关节炎 不要耳孕 我去学佛朗明歌舞 最主要是调整我的脊椎 调整脊椎 让主持站久了以后 累累了就歪了 我越来越歪 对不对 那去学舞蹈是要调整姿势 但是因为我看见学姐 在跳响板 我觉得好帅 好帅 好嚣张 对不对 那我就报名了 报名之后 我拿到了响板以后 我就觉得自己不知死活 因为根本打不出声音来 他需要一点力道 他需要力道 我就刚好 我在北医的复健科 做皮拉提斯的运动 那个复健医师就跟我讲 你用医夹锻炼 你的手指的力量 我们很少人用到 手指的力量 对不对 做任何的健身 很少用到这个部分的肌肉 结果就每天拿着医夹 就在锻炼 不相信你试试看 你夹不 用 没办法用力 我现在还可以用 但是每个指头的力道不一样 我就这样子练 练到我的手指的力量够了 我的香板就打得出来声音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的退化性关节炎 你看 我的指头都变形了 治老师 他这样子算变形的吗 是变形 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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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骨科看 医生就说 没办法了 那就 你洗冷水会痛 像这个冷气 冷风吹了会痛 然后冬天真的就是手很痛 可是我没有想到 我是 我是无心茶流 我竟然 打了翔板 大概两个月 我突然间觉得说 我完全 冬天完全不痛 它是不可能恢复的 但是呢 至少它不痛了 我现在冬天洗东西用冷水 也不痛 因为这样子的状况 只是锻炼我这边的力道 可是打翔板是锻炼我手指的活路 就是这样子做暖身的动作 接下来消耻 消耻 凌根老师在上课之前 他都会说 家伙超出来 开始上复健课 然后他就说 这个是 爱珍节 复健课 真的没想到 一个打翔板 让谭爱珍 他原本的退化性关节炎 不要而已 不过除此之外 你还有脂肪肝 对 很不可思议吧 我吃肠素 吃了36年了 然后有一次健康检查说 你怎么会有脂肪肝 你少吃点肉 我说 我是吃素的 那你有少吃一点 可是我吃得很清淡 我想完全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这样的人会有脂肪肝 就后来 后来我调整了我一个饮食的顺序 我晚上不能吃水果 原来你晚上吃水果 因为我们很忙 对不对 对 那白天没有时间 所以就在想说 晚上吃水果 对不对 补充我们的维他命C 然后再叫做 晚上不要吃太多淀粉 怕胖嘛 对不对 那水果不是很好吗 谁知道水果就变成脂肪肝 结果 太 剂掉了 太甜 太甜 然后我们晚上没有运动了 我们的那个糖分 没有办法代谢掉了 所以它就囤积在脂肪 结果我一年的时间 晚上不吃水果 改成晚饭之前 一年之后再去健健 他说怎么会好了 所以调整饮食习惯 对 逆转了脂肪肝 对 来 有请封医师 封医师告诉大家 这个是六百万的国人 几乎都有脂肪肝这么多 吓到吧 六百万 六百万是个保守估计 还保守 因为其实数据上发现 大概三 四十%的国人 有脂肪肝 对 以台湾两千多万人来可来讲 六百万只是一个保守估计 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脂肪肝 传统上大家都觉得 应该是很胖的人 对 喝很多酒的人 那么瘦 吃很油的人 我又这么瘦 吃素又这么瘦 对不起 要叫爱珍奶奶 对 叫奶奶 说要叫奶奶才会红 对 像爱珍奶奶这种 这么瘦的人 他因为睡前吃水果比较多 水果的糖分很高 糖分在睡觉的时候 就不代谢了 因为没运动了 那糖分会转成肝糖 肝糖转变成脂肪 所以很多瘦瘦的人 如果他其实不喝酒 也不胖 也不会吃很油 他还是会脂肪肝的 那跟他报告一下 现在脂肪肝 有所谓的四部曲 如果你的健康肝 转变成脂肪肝 还只是轻度跟重度的话 这个还是可以逆转的 但是脂肪肝若一到重度 尤其是合并有喝酒 有逼性肝炎的人 这种脂肪肝一旦到重度之后 就纤维化 接着就变成肝硬化 那他也知道 肝硬化的下一步 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肝癌 这个个案是26岁的男子 体重120几公斤 上部闷痛挂急诊 扫描发现他的肝脏肿大 有脂肪肝 抽血发现 他的肝脏指数标高 这么年轻 上部痛挂急诊 发现脂肪肝 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案例来 他就是说 最近上部闷痛不舒服 到痛得受不了了 一抽肝指数 GOT GPT 标到快1000多 那我们帮他查了一下 他没有B肝带员 也没有吸肝带员 他说他从来不喝酒 但是他就是坏习惯 第一不爱运动 第二吃的比较油 所以年纪轻轻的 120几公斤 这种肝指数标高 如果都不控制 不会太久 很快就变成 走到所谓的肝硬化 刚刚柏医师有讲 你不要以为你瘦 所以你就没有脂肪肝 而且你要知道 你有脂肪肝吗 必须要透过超音波检测 我们的人体model很瘦 还是个运动教练 他有脂肪肝吗 那我们这个model先生 看起来壮壮瘦瘦的 可是他的脂肪肝 也是轻度 不可思议 他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么瘦也有 我们这样看肝脏上面的亮度 有一些亮点 很多白白白白的亮点 那就是脂肪囤积的部分 那我们就跟肾脏做比较好 就刚刚说的 他跟肾脏之间的密度 是有差异性一点点的 所以他这就是属于 很轻度的脂肪肝 那刚刚说过 肝脏扫描 大家不要去明信 什么电脑断层 核瘾扫描 超音波一般在肝脏整顿上 是非常重要的工具 因为很简单又很方便 然后准确度 可以到有95%以上 所以我们现在很主张肝脏的 超音波扫描 一定要放在健康检查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也就是说他的肝脂值 还有怎么说呢 一些亮度的对比上 应该怎么去观察 这个就是一个医师的经验 你看那个肝脏上面 很多亮点 那就是脂肪的部分 超音波有个特性 它照到水的比较像是很黑的 所以大家看到 超音波上面的黑黑的黑点 都是血管 因为水在超音波上面 血线是黑的 但是如果是脂肪的话 在超音波上面 血线就是亮点 所以我们看到 超音波上面 看到肝脏上面 有很多一点一点一点的亮点 那就是脂肪的部分 但不懂 为什么他是个运动教练 生活也 做习都很正常 他还有轻度脂肪肝 这就是我在门诊 常常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常常会有门诊病人 跟我讲说 他很瘦 他每年都有在运动 然后他也不吃油的 可是造出来脂肪肝还是有 甚至有时候抽出来 肝脂肪会偏高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提倡的 运动有个333法则 大家应该要记得这个原则 333的基本精神 就是每周要运动三次 每次要运动30分钟 然后 那个心跳一定要超过130以上 这个很重要一个原则 因为太多人都说 每天都在走路 每天都走一个小时 怎么感觉上 咽出来脂肪肝 跟体脂肪还是偏高 对 因为没有达到有效运动 所以饮食运动333 一周三次 每次30分钟 运动的心跳率 大130以上 是 这个是运动 饮食方面做一个小提醒 好不好 我记得你讲过说 是这个粉肝跟 法国名菜鹅肝酱 都是脂肪肝 大家知道 那个法国人 怎么养那个鹅肝酱出来 就是努力的给它灌死 然后都不让它动 所以那个鹅都很大肢很肥 越肥的鹅 那个脂肪肝越严重 那这样的脂肪肝 我们吃起来鹅肝酱就很香 所以用法国的鹅肝来讲 我们的脂肪肝就是 如果今天你都不动 吃的又比较油 或者是吃的糖分过多 喜欢喝甜食饮料 那刚刚说过嘛 那个葡萄糖 如果没消耗掉 你吃太多甜的饮料跟淀粉类 它转变成肝糖之后 再转变成脂肪 就一样囤在肝脏 有道理 所以人体model的答案找到了 可能是在饮食方面 它必须要做出调理 酪梨料理千变万化 欢迎特别嘉宾 林耀堂老师 老师你好 主人好 大家好 今天老师要大方送 送给聚焦2.0的铁本 叫做蔬食共和国 这本书里面告诉大家 你可以拿酪梨或者是番茄 做好多好多的食材 包含说今天要教的沙沙酱 您到聚焦2.0的APP上留言 就知道我们要怎么送熟了 酪梨本身它的水分有7%死 30%是油脂 它是属于单元不饱和的脂肪酸 所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 切酪梨的时候 我们就是进刀 然后让它旋转 对 这个手势 爱真切 人家是帅哥大厨师 那等一下我会切到手 对 然后把它旋转 这个老师有练过的 旋转这样就好了 好 旋转好了之后拿这个纸 我现在用的是哈士酪梨 然后就用一个刀这样子弄一下旋转 它就掉下来 帅 原来有纸 看你怎么连切酪梨都那么帅 真的吗 然后取酪梨的果肉的部分 如果是刚好成熟的时候呢 它其实像用剥的就可以 用剥的就可以 它就分开来了 可是这个要有技巧 因为我有时候买的酪梨就剥不动 它还太生硬 对 如果剥不动的话我们就是用这样子 取下来也OK 哇 好伸手 对 取下来就好了 一次OK 好 我现在就把它切片 片的部分大概是越在0.3或0.5都OK 但是这一颗比较熟 所以原理上呢我们就是 你的刀子切下去之后呢 避免它糊掉 所以原理上你就是不要过度的去换位置就好了 切成钉状 对 切成钉状 它的做法就是取出酪梨子 刚刚看到 然后马上掉下来 切成钉状 再来 再来我就调它的味道了 哇 重点来了 这个是新鲜的柠檬汁 那我大概给它两大匙 好 那盐巴 可有可无 我就给它四分之一小匙 好 我先把它拌匀 番茄我已经去皮了 把它切丁 对 那这是香菜梗 对 那这一个是香菜梗是莎莎的最主要的一个香气 辣椒 辣椒去是切碎 然后一个提味的 陶瓦斯库 陶瓦斯库 对 陶瓦斯库 就是我们在吃那种 其实辣的那种 那这杯还蛮重要 这杯是酪梨的酪梨子油 酪梨子油 所以我们给它两大匙 酪梨子油 对 酪梨子油 好 拌匀 对 拌匀之后我就把莎莎的这个酪梨放进来 对 这个超好吃的 因为这个酪梨它不是水果 它是油 那拌的时候呢 因为它酪梨会比较烂一点 所以我们不要过度的搅拌 然后拌完之后呢 我如果没有放香菜的话 对不对 我就可以放在冰箱 那其实上有香菜没有香菜都OK啦 好 那这时候就给它上盘 哇 今天晚上就要来吃这个 对 开始来摆盘了 对 旁边就是准备一些苏打饼跟小翠片 是 那么一般观众要品尝的话 就是把它撒在这个饼干上吗 对 撒在饼干上 或是直接这样 这样子吃就可以了 好棒喔 这为大家示范的 酪梨沙沙 所以我把当初整个说胆结石 丢到一个盒子里面给他 那隔天呢 他爸爸把它稍微清醒一下 然后一颗颗跟我算就OK 他说哇 居然400多颗 哦 大声 对 肝胆相照 冯医师平均一年开300例 因为胆结石而切除胆囊的手术 一天平均至少开一例 这个个案我们先来看 38岁的男性 他上腹痛好多年了 突发性的剧痛 哇 又挂急诊了 又是这个案例了 然后扫描之后 有胆结石 经过步枪筋的微创手术 取出 我看错吗 400颗 400颗耶 没错 400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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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颗大大小小 每一种size不一样 这个病人很有趣 因为他没有做超音波之前 他从来都不知道 自己的上腹痛 他一直以为是胃痛 所以他一直把它当成是胃痛 在处理 一直在吃胃药 等到痛到受不了挂急诊 之后整个胆囊 塞到爆掉 快爆掉了 开刀之后拿出来才发现 原来他塞得满满都是石头 那这400颗是怎么来的 因为他爸爸要求 要留下来做纪念 所以我把当初 整个所有胆结石 丢到一个盒子里面给他 那隔天呢 他爸爸把它稍微清洗了一下 然后一颗一颗 算给我看 他说哇 居然400多颗 第二个案例也是啊 第二个案例 你看到才42岁 然后这个案例更特殊了 因为他痛了三天 他一直还是当成是胃痛 所以去看肠胃科 然后开了胃药 胃药越开越强 还是没效 等到来挂急诊的时候 发现那个胆囊 已经变三层 烂掉了 那这个图片可以带看出来 不算太血淋淋 但可以看得到 整个胆囊变黑了 黑掉了之后 胆囊就是压力太大 结石造成发炎之后 胆囊坏死 那这个时候已经破裂 进去的时候 看旁边都很浓了 这种临床上叫做腹墨炎 通过这两个案例告诉大家 就是胆结石不像以前 以前都说是 大概50岁以上 60岁以上 日积月累才会有 那现在的年轻人 你看三四十岁 因为外死严重 吃的又比较油腻 那所以现在的胆结石 年龄层已经一直在往下滑 今天冯医师有带这么多的 这个石头来 是 然后刚才你这个最右边 这个是几公分啊 这个是五公分 这些结石都是我最近 开了一些胆 那个胆囊摘除掉的胆结石 不动让大家看 这个五公分的结石 它也是日积月累造成的 没错 常常有病人在问我是说 这种胆结石长到这么大 科要多久时间 还真的很难回答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客观数据 去分析说 这样的结石形成到底要多久 对 但是我看过有些病人 他说一两年前 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说是没有 但是经过一两年 就长了两三公分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 沉积结晶之后 日积月累产生的胆结石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会看我带出来 这些胆结石 都是最近开的 每一颗都又很硬 又很大 好多哦 对 光听这个声音你就知道 所以一般人都在问说 一些什么苹果酸 房间都流行很多排斥法 或者是像国外 国外有一种药物叫做 阿兽 因为他们吃了药之后 可以让胆汁分泌增加 比较不那么浓稠 有机会的话 会溶掉一部分的胆结石 但是东方人的胆结石 很特别 东方人的胆结石 几乎都是胆色素 跟钙石比较多 它的密度很高 不像西方人 西方人胆固醇结石 多一点 所以像这个五公分的部分 他必须要透过手术 是 只能靠手术 所以冯医师说 他一年开三百例的 这个手术我们进画面 叫做腹腔镜 胆囊切除手术 患者不会有一条 长长的大伤口 它的处理方式 大概是什么 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胆结石并不可怕 然后如果开始有症状了 引起发炎反应的 最佳的方式 还是做腹腔镜 围创手术 腹腔镜围创手术的 基本精神 就是从肚脊 进去腹腔 用镜子伸进去之后 把整个胆囊 做一个摘除的动作 这种手术发展 已经快要三十年了 非常的纯熟 然后后遗症很少 我们主要的做法 就是把胆管 从总胆管这边做分离 之后把这整个胆囊 再除掉 要再三强调一下 因为太多病人 会来跟你吵说 可不可以保留胆囊 只拿石头就好 因为有些人观念上 还是觉得身体法夫 收视父母 每个器官都很重要 但是当你今天 只是打开胆囊 取出石头 一颗颗取掉之后缝回去 这样的一个胆囊 可能隔不了多久 又再产生结石了 所以我们一般临床上 主张提倡 胆囊结石发炎 有症状过 还是要做整个胆囊 完全的摘除 好 我们今天的横标 不是有看到 苗栗的相亲朋友 罹患胆结石的比例 比较高吗 究竟是为什么 封医师来做解答 20年前 我离开台大之后 下乡服务到苗栗 一开始被吓到 因为几乎每天晚上 都被叫出来开急诊道 甚至曾经有过年期间 每天开到七个胆结石的 会有病人在问说 是不是我们苗栗的水质不好 什么 这一定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水质好不好 是跟肾结石有关系的 水喝的少的容易肾结石 胆囊本身会产生结石 跟水是没有 跟水源是没有关系的 它纯粹就是饮食 大家也知道 客家乡亲的客家菜 很香 很油 是 客家菜最经典就是猪脚 猪脚的皮很油 猪肉蜂 然后一些什么 像是炒大肠 基本上 大家到客家庄去吃的时候 会发现到一个特色 客家菜的油 比较 油脂含量都比较厚 这种饮食习惯 造成客家族群里面的 胆结石皮率就特别的高 好 接下来来看看 中医的布诊 看这个外形 这有点 有点血管 有 但是是小事 然后两斜比较脏 皮肤稍微干一点 扣整 这都有脏气 但是没有很大声 但是压的是皮硬的 稍微筋磨层比较干 这也是一点点免水 其实不用压 就可以看到它在跳动 很明显 然后你去找 它其实一整块在那边 轻轻压就很明显 这里也是 好 这里就是血管的问题 这个叫做动计 什么叫做腹部动计 这个主速是说它食欲不振 腹部动计也很严重 来 这个是A跟B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我们刚刚看到的影片就是它是主速是食欲不振 然后因为我都会给它做个复诊 我们中医复诊的部分 然后发现说其实光是看的时候就看到它有跳动的情况 那你实际上去摸的时候发现它是一块东西在那里 所以后来我就跟家属说 这个不行 这个是主动脉瘤 要去检查 后来去检查之后5.2公分 所以就赶快去手术了 所以这种不能再留在我们中医手上 这个图其实是主要是看说肝气预制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说平面看起来好像是肥胖 但是其实你看侧面侧面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两斜的这个地方 其实是比较脏的地方 那A跟B看起来好像是一样 但是其实我们临床上会去加上做扣诊 扣诊如果是有鼓音的声音的时候 这就是肝气预制 我们就会可以加一些输肝的药 那如果扣诊的时候是没有鼓音的时候 其实它比较像是那种胆筋阻塞的部分这样子 好 所以什么是扣诊 现场来吧 那我们一般做中医复诊其实会跟西 还是会结合在一起 避免说有一些急重症 譬如说它腹膜炎 或是刚刚讲的那个主动脉瘤的问题 那我们会先看这个外形有没有异常 或是有开到的那个痕迹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就是做听诊 听诊的时候 大概稍微就是做个九个向线的 九宫格的部分去看说它有没有水 水深的部分或是说它就比较不会动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就是会触疹 触疹大概就是稍微摸一下 我们像心下两斜的地方 这个几个地方还有下腹 这几个地方会稍微按一下 但是先不要太大力 然后接下来做扣诊 我们可以听到这个位这个地方比较大声 这里 大声 对 其他地方就还好 因此可以观察出来它如何 它其实就是这边有点空气的声音 应该是肚子饿 还没有到 应该还没有到脏气的表现 这样子 然后我给它 接下来最后做一个重压的部分 去看一下有没有不舒服 也都没有压痛 对 临床上有些地方会有压痛的情况 比如说它胃发炎 你在这里压了它就会有痛 那如果我们还有发现说 它有一些反弹痛 或是说肌肉降脂的情况 这也是要赶快去急诊 因为这个表示它腹膜炎 就是它的脏气已经有破裂了 扣就是探查是不是有震水声 或是脏气的部位 对 因为临床上其实我们也有发现 就是来中医门诊说它肚子痛 结果已经是腹膜炎了 就赶快去急诊这样子 好 这是中医的复诊 其实重要是要把这个菌母 膜跟菌母倒进去 倒最底之后呢 我们慢慢地往下做 黄博士要送书爱上康普茶 康普茶怎么做呢 道具就要2.0的FB去逛逛了 送书大优惠 嗨 博士 好多茶 对 到底康普茶是什么 我们怎么做 康普茶事实上是用一种 发酵的红茶 红甜茶 那因为它对我们的肠味道 非常的好 它有很多这种肠味道 有益生菌的代谢物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代谢物 对维持肠味道菌的健康生态系 非常重要 那我们也知道身体的慢性发炎 各种肝档问题 很可能都是因为慢性发炎造成的 所以现在在国外就非常流行 喝康普茶 因为能够帮助消化 就是减缓这个身体发炎的现象 对 这个新闻镜面 大家可以拿相机拍下来了 康普茶怎么做啊 它的酿制步骤有哪一些 其实它非常简单 就是先首先 我们现在的提示 这个食谱是1.5公升的茶 所以就先泡好1.5公升的甜茶 所以我会建议用台湾的好的 无毒的小浓的茶 或是有机场 因为台湾非常多很棒的茶 那所以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茶包 有茶包在这边 然后基本上呢 您也可以把茶包拿出来 然后倒进冷水 因为我们先是用热水加冷水 然后倒1公升 所以total是1.5公升的甜茶 1.5公升 是1.5公升的甜茶 那我之前已经把糖放下去了 这样溶解会快一些 对 你的瓶子好漂亮 做茶也是一种疗愈的 对 很疗愈的 所以我们平常按照这个步骤 洗净凉杯倒入 开水500毫升 放入茶包 浸泡10分钟取出之后 茶汤里面会加入这糖 然后把它拌匀 所以现在我们就已经准备好 1.5公升的热 就是甜茶 它不会很烫 很重要 因为它超过37度的话 这个菌母会被烫坏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很重要 就是把菌母 它事实上就是野果 它就是我们常吃的野果 懂了 它是一种这个 醋酸菌在发酵过程中的副产品 木质纤维素 所以呢 其实重要是要把这个菌母 磨 跟菌母 倒进去 这个就是精华步骤 这是精华部分 这是最重要的部分 但是因为菌很复杂 对 它事实上是有酵母菌 酿酒的酵母菌 还有酿醋的醋酸菌 还有做优格的乳酸菌 一起共生 所以呢 醋酸菌喜欢氧气 然后呢 酵母菌不喜欢氧气 所以他们自己会找方法 所以你要给它一点氧气 所以不能盖盖子 然后放在没有阳光下面的地方 放着七到十天 就好了 那这里有完成品吗 这边有完成品 这两罐就是完成品 这一罐是普洱的 一罐是红茶乌龙 红茶乌龙做的 对 所以这罐是普洱 你看颜色比较深 好 那然后不是还要再加码一道 这个叫做玫瑰之城波特兰 对 就是我们要纪念这个波特兰 因为我现在从西雅图出生 成长 我们很喜欢波特兰 两个盎司的一般的康普茶 如果是正常的调酒的话 它是会用酒 那我们就用康普茶就好了 然后呢 改成茶就对了 康普茶 对 很简单 对 身体也比较好 对 也比较好 然后呢 我们就加上这个 一些玫瑰 然后我还有一个一些 精油的部分 对 所以难怪你装饰会写玫瑰 对 玫瑰纯露 是 台湾最美好的地方 就是有很多很棒的农产 对 所以我们也是很希望说 在台湾能够用台湾的好茶 跟这些来推广 好的康普茶 因为全世界现在都在封康普茶 这个shake的时候要很小心 因为呢 它是有天然气泡 你有没有看到这些气泡 对 它在发酵过程会自然产生 一点点微量酒精跟二氧化碳 所以它天然就会有二氧化碳 有气泡水的这个部分 所以在shake的时候要很小心 因为它会爆瓶 我常常在shake很开心的时候 然后就把它爆瓶了 基本上就把它shake完之后 哇 成品完成 倒出来 淡淡的玫瑰色 淡淡的玫瑰色 然后呢 其实如果要再漂亮一点 就加上我们这些玫瑰花瓣 玫瑰花瓣 难怪你说玫瑰花瓣装饰用 对 真的好棒喔 就是助进肠味道消化 对就是一杯很好的调影 很简单 姐 这一杯让你品尝看看 说出它的味道 怎么好意思 我们怎么请国包主持人来 来试喝这个玫瑰之城 波特兰康普茶 哇 很特别 应该很特别 对 它有玫瑰花香以后 它带一点酸酸的味道 微酸 微酸然后一点点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对 然后很帮助消化 对 而且跟我平常泡康普茶 的味道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平常都会在家 冲康普茶喝 这是茶包 你是用茶包 了解 对 因为最方便嘛 茶包是喝热的 温热的 你也可以喝 康普茶也可以喝热 现在冬天快到 也可以用家的乐食 这个是创新版 如何改善呼吸 这个是阿州治疗师 最推荐的放松疗法 几招治疗师 就两招 然后因为大部分 我们长期去久坐嘛 所以我们会借由两个方式 一个是松开我们胸椎 第二个则是放松 我们后背的胸腰筋膜 那怎么做呢 可以找到 如果你家里的床 是比较偏硬的 可以直接躺在床上 如果两个的话 就是躺在瑜伽垫上 那一开始呢 我们会需要测躺 测躺 然后如果你家里 有滚筒的话 你可以一脚伸直 然后另一脚 直接 另一脚直接放上去 那如果没有滚筒的话 没有关系 就直接两脚弯曲也可以 OK 那我们现在一脚伸直 一脚弯曲 然后我们 下面的脚 往下延伸 头感觉长高 侧躺 两手交叠 OK 然后过程中 我们需要松动的是胸椎 所以下半身 骨盆 都不要动到 所以你不要觉得 有滚筒 但是一来一去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OK 然后测躺之后 我们接下来 手往外打开 往外延伸到最多 然后过程中有个重点 就是我们吸 到底之后 我们试着吸气 吸到侧面 或吸到前面 OK 然后另一个重点呢 则是 我们有些人在做的时候 肩膀会掉下来 我们胸椎跟肩膀 是一条线的 你甚至可以这样觉得说 我们往外延伸出去的感觉 然后在吸气的过程中 会慢慢的 慢慢的 可以越来越打开 然后希望可以目标到 可以几乎碰到地板 OK 然后大概两到三个呼吸之后 再回来 然后再做第二下 那这个动作呢 会希望可以一天做十下 到十五下左右 那第二个动作呢 则是四足柜 目标是胸开我们后面的 胸腰筋膜的部分 那么四足柜 就是直接 膝盖 在胸腕节的正下方 然后手腕 在肩膀的正下方 所以有些人会 一只一只这样往前 这样就不太好了 OK 我们直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不要驼背 也不要刻意掉下来 感觉延伸 然后接下来 我们其中一手 跨过另外一手 OK 假设我现在左手 直接跨过右手 OK 跨过右手 到你可以的范围 但是要注意 就是我们骨盆 不会跑掉 就是骨盆固定不动 然后到最底之后呢 我们慢慢的往下做 OK 这个真的是拉开筋膜 对没错 那我们扩背肌 跟胸脏筋膜 就从这里 往下连到后面的腰部 所以到底之后 还不完全完成了 我们到底之后 我们试着吸气 吸到侧面的这个位置 你会发现会有点难吸开 那没关系就慢慢来 那如果OK 就慢慢的再下去一点点 还要再下去 对对对 高招 那么就是借由呼吸 让整个拉筋的动作 可以再更完善一点 OK 我们一样做这个动作 大概做五下到十下左右 那一样记得要做 两边都做 OK 这样就可以了 难怪这个是 阿周最推荐的放松法 几乎是完全伸展 我加一点那个酸奶 酸奶 那家里没有酸奶的话 现在市面上有那个 希腊优格 看你就要上一下就好了 哇 酪梨整颗都是宝 拿起相机拍下来 老是要再加码 这道叫做酥脆梨脉小黄瓜做 酪梨酸奶 我看到那个成品 那个照片 我说老师 今天那一道可以让我挤吗 可以 当然可以 怎么做 所以你大概抓三颗酪梨的量 对 然后酪梨的籽一定要留下来 籽一定要留下来 籽一定要留下来 那等一下我们再教大家 怎么去处理这个籽 我加一点那个酸奶 酸奶 那家里没有酸奶的话 现在市面上有那个希腊优格 希腊优格 它本身就质地比较硬一点也可以 那现在是原味的 对 因为既然要减肥就不要再加糖跟蜂蜜了 了解 懂 对 好 那我现在把它整个都打成泥 差不多了 所以我现在就把它挤到挤花袋里面来 原来我们平常做鲜奶油 它的程序跟步骤就是这个样子 那原来你可以透过这个森林中的奶油 就是酪梨 来取代鲜奶油也可以 森林中的奶油 酪梨 对 它非常的营养 好 这时候呢 我先帮它挤花袋之后 放进来 好 我先给它挤出空气 好 OK了 OK了之后 小黄瓜 对 这个是我用那个水果小黄瓜 对 对 水果小黄瓜我切对半对不对 对 那因为我为了要让它站起来 所以跑一刀 对 可以让它站起来 了解 对 如果不要让它站起来的话 直接放到嘴巴也可以 那你这样上下就好了 哇 好美哦 OK 好 那这个 好 我来 试试看 我是比较 哇 你比较大方 我不试 你挤得比较多一点 对 这是比较大气的做法 对 好 好 那 其实上我如果给它上下 就会有线条 上下线条 美丽 那现在小黄瓜是酥脆的嘛 对不对 对 那这个酪梨是比较 比较柔软的型的 所以我现在准备的这一个是梨脉 对 它是属于这个黄金的食物 那梨脉的话 我先煮熟之后 再把它炸酥 所以这个放到口腔之后呢 它会变成酥酥脆脆的 哇 玩手 感觉很棒 对 就是你把这个酸奶挤上 小黄瓜断上 撒上梨脉脆片 就可以了 对 那通常什么时候吃 你建议 现在就可以吃了 意思是随时随地啦 当然睡前不建议啦 当早餐午餐点心 我们都是可以 酪梨籽 不要丢 对 大概再兑上2000细细的水 然后煮个大概10分钟 15分钟左右呢 对 因为酪梨有一个 那个骨光钢钙的一个营养籽 对不对 然后煮完之后呢 其实上就会变成这样子 酪梨子茶 对 可是酪梨子茶 它实际上是会比较酸色 就是不是 比较色味的 所以我煮好之后 我可以加一点薄荷叶 去提香 那提香之后呢 其实上我如果真正 要压掉它的色味的话 我可以加一点柠檬汁 哇 柠檬汁再加上去 懂了 然后这杯就可以 真正可以减肥 这是瘦身茶 对 就可以瘦身 酪梨子茶 那它也叫粉红茶 对 粉红茶 对 为什么 因为它煮起来 会有这样红红的感觉 也叫粉红茶 这就是你晒干的那个 对 这是我今天用晒干煮的 对 所以原来酪梨的好处都是 把酪梨拿起来 哇 酪梨子茶 漂亮亮的 很棒啊 所以它整颗都不要浪费 真的 对 然后就可以搭这样